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刚您来之前 其实我跟紫棋也在聊 整个亚洲的文学 如果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偏 不是在中心的这个位置 对外输出可能最好的是 比如说日本文学 对 日本这些也还做得不错 日本 韩国 他们是怎么来操作这些事情的 他们其实跟中国 他们也并没有比中国做得好多少 只不过他们现在就是 在这方面加大了投入 尤其是韩国 也是有 因为韩国人他比较喜欢做这个 花好多钱 然后去做推广 专门的机构在做这个事情 韩国就是像韩江 这几年是在欧美 特别受欢迎的韩国作家 设立这个资助计划 只不过他们的这些资助计划 做得比较专业 至少就是外国的出版机构都知道 有这样一个项目 他们也要想要出版韩国文学的时候 他们会想到去找这个机构去申请资助 而且这个申请资助的这个程序不复杂 所以你要做这个文学输出 从国家层面上来说 可以做的事情是挺多的 而且不难 像我在那个法兰克福书展都会看到 就是他们各个国家的这个文学 推广本国文学的这种专门的机构 比如说荷兰文学基金会 还有波兰的文学基金会 还有爱尔兰的 它叫Literature Island 改名叫Literature Island 像这样的机构 他们每年会去参加不同的书展 也会到北京书展来 他们来的目的 他们不是来卖版权的 他们来的目的是要 向外国的出版社 让外国的出版社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构 你们要出我们的作家的时候 你们想到来找我们申请资助 就是它是会能分担一部分的 经济方面的成本的 他们可以资助这个翻译 翻译费用 比如说你翻译一本书 它至少可以翻译承担一半 一半的翻译稿费 我们国家也是有的吧 我们有 但是我们据我所知 在国际的出版圈里面 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就是因为 中国就是比较乱了 就是很多 有很多类似什么 什么 这种资助项目 有的呀 有的 对 但是资助的很多都什么 什么 文学啊 施政 这些就是政治宣传了 就不是真正的文化输出 或者说不是文化交流项目 所以它没有那种专门针对 比如说像一些 即使像繁花这种 在国内拿了这么多文学交流 国内有项目可以申请 但是外国人都不知道 我知道 我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申请的 而且我会帮助你们申请 在上海的有两个项目 上海是有一个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 是每年有一年两次 有一个 有一个就是等于文学走出去的 一个资助 那么这个 但是这个也是要上海的 注册在上海的公司 或者出版社去申请的 那么我去申请了 我帮他们出了申请了 我还得想办法 把这个钱再转给他们 也挺麻烦的 而且现在换贿还很困难 对 那个 那工对工的还可以 就是我公司付 付到国外的出版社公司 也没这么大关系 那个北京的那个作家协会 中国作家协会有这个项目 他们外国出版社可以直接申请 所以我跟他们说 你们这个中国作家协会的 那个项目挺好的 他们给的钱也很多 你们就自己去申请吧 我把你们信息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去申请 省得我再去申请 他们没有去申请 有有有 我去年卖掉的那个 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 那个韩国出版社举申请了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拿到 还有小白的封锁 就是澳大利亚出版社也申请了 像小白的那书 我觉得就是还挺适合走出去的 因为他的情节性很强 上次看那个麦克尤恩来中国 他说他在读的小说 就是小白的 对 他就说他在读 他同时还在读 闫连科的什么 好像 他因为是要来嘛 而且要跟这些人对话 所以他就有所准备 对 不是说他自己在市场上发现了 我还在想 是因为他在市场出版社给他的 那小白确实 但是他有点可惜 就是租界这本书 我是一直觉得 这不是最适合第一本 在国外出版的书 因为这个书太厚了 人物关系太复杂了 这个外国人很晕 可能会很晕 我觉得我其实是觉得 就是他封锁是很适合翻译的 但是因为出版的晚嘛 而且因为那个租界 在国外出版以后 美国版是出版社赔钱了 所以美国出版社 说我也不要再考虑掉一本了 这个美国那个 哈普科林斯的那个编辑 特别好玩 他是一个老编辑 我就写信问他 你要不要考虑这个小白的封锁 我觉得封锁写得非常好 他就说我 那个租界我这个亏大法了 亏了好多钱 我再也不会考虑这个小白的书了 而且我再也不会考虑 中国的少说了 很受伤 很受伤 对对 但我这个 我后来这个事情 我跟那个出版那个 《色调英雄传》的那个 英国出版人 麦克罗霍斯说的时候 他就哈哈大笑 他说这个 那个哈普科林斯那个编辑 就是这样的 你不要理他 每个编辑的风格都不一样 所以按照一般的程序的话 比如说像英文版的繁华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问世呢 按照陶旺基老师给我的这个时间表 他是打算今年八月份翻译完出稿 那么他翻译完以后 出版上肯定要花很多时间要编辑 2019年是不可能出版的 2020年能够出版的话就是很好了 我估计可能要到2021年 而且他们也会要看这个电影的进度 他们肯定想 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王家卫导演的电影 期待一部王家卫的电影 感觉比书更难出来 但是角色不是还没听 他外体还没听 对啊 所以像群岛到现在 你大概经手了多少个项目了 我现在代理这一块 我现在代理的大概十个左右的作家 包括监语城 双雪涛 小白 还有纳多 还有城村 还有霍燕 还有殷建林 还有十一峰 十一峰有个小说叫 2018年出的那个小说叫 见面而生 见面而生 对 见面而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其实这个做代理投入也蛮大的 就是因为 你每一本书 外国出版 你跟外国出版社说这个故事情节是没有用的 他们看完以后如果对这本书感兴趣 他们肯定说你有没有英文样张 那么英文样张的这个翻译也是要花钱的 而且是不能随便找人 还是要找外国的 外国的译者 或者英文非常好的 就是有翻译经验的这个翻译家来翻 这个钱 有一部分是我 我跟出版社说你们能不能出这个钱 有的书他们愿意出 那有的书 本身这个书就不是在出版社自己出版的 那就是我自己花钱 那我们知道好像中国的一直都知道签字六十元的稿费吗 对 国外 国外不是这样算的 国外大概 则算成人民币大概是一个字一块钱左右吧 那不错 那给杂志写稿 国内差不多就这个 一个字一块钱或者一个字八毛钱 因为他们跟我报价是 有的人跟我报价是 一个英文当词 按这个算 0.15美元 或者0.15欧元这样 那则算下来就是大概 那是蛮高的 就比如说一万 翻译一万个中文字的这个英文 一文样张我要花大概八千到一万块钱左右 哦 基本就是一线大刊约稿的价格了 嗯 对 行情嘛 嗯 这个投入是你必须出的 所以我一开始 我从一开始就说这个 这个不是一个生意了 其实就是一个做的好玩的 因为即便是版权卖掉 我作为这个代理人的佣金也是按照国际惯例也是20% 大多数都是给作者的 这块呢 今年 你说代理并不是在最主要的部分 对 但代理不赚钱的 而且你代理你卖本书的版权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这个 嗯 繁华也是 从2017年开始也是到现在才会 才有几个 才有三个国家的版本 嗯 像双雪涛啊 小白 这个他们的书版权 瑞典出版社啊 韩国出版社啊 他们的 他们付的这个佣服金都是很少的呀 我觉得双雪涛 小白 还有十一封 我觉得都是会好卖的耶 因为他们的都是好看的 但是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 就是 你光光跟他们说这个书好看 嗯 嗯 还不够 要建立起 外国出版社对我的信任 嗯 我跟他们说 这本书非常好你应该出 那当他们足够信任我的时候 他们可能会 更认真的考虑 那如果他们刚刚第一次认识我 他们不会 肯定不会听我的 嗯 那么等到 比如说繁华在哪个国家 在每个英文版出版以后 嗯 在美国很受欢迎 很有影响 那么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的外国兵 就会相信我 所以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花时间 嗯 很花时间的事情 就是你一个 这样一个事情 都是要几年时间才会做 才会有成果 嗯 也许就没什么成果 就只是一个版权销售的一个行为 在美国出版 也是也有可能就是 没什么影响 那您的图书出版这块的业务 其实就是反着来的 把国外的 对对对 欧美的文学 对 进行到中国来 外国文学的出版本 真的是我熟悉的领域 还是外国文学小说嘛 这个是商业小说 纯粹是这种商业的类型小说 我也不会去出来 可能就是有一些 就是 市场上很受欢迎的这种 像那个 赛利如尼 现在很红的 那个爱尔兰年轻作家的小说 她在商业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是她也不会 她从本质上还算是文学小说 那这个是我自己能够比较掌控的 类型小说 你因为不熟悉嘛 所以就很有名的丹布朗 丹布朗 对 但跟我也没关系 997是有 有几道书没做好 是很可气的 就像那个龙温生的女孩 那个斯蒂格拉绳 他写的其实比丹布朗好看 嗯 这个这套书没有没做出来 他也跟我没关系 他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是纳布朗斯斯不去 这个也是我当时签的嘛 签一下吧 全找了一者 后来交给索马里做 他做的很好 对 我们在录索马里那期的时候 还专门提了这个故事 反正您太太也看了这 对对对 这本书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 久久的那些女病 因为我一开始 看了这个选题 我说这个最好是女编辑来 看 我就写信给他们 你们是要看 谁感兴趣看一看 没人反应 后来 我说呢 我叫索马里看 他一开始看了也没把握 他说不知道中国的 读的会儿 我说那我带回去 我给我太太看看 我太太看了很喜欢 然后那个 我们版权部的编辑 又来提醒 我说这个书现在 越来越来越 在国外越来越 如果你们再 在布局决定的话 就被别人拿走了 对 你看到 到去年年底 都已经出现了 中文的 蹭 蹭 纳布勒斯 三部曲 什么大不勒斯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不止一提 太好笑了 但是他们书卖得很好 所以像您太太 也会参与到 群道里面来吗 没有 不参与 那个是偶然 我就是请她帮忙 帮我看一下 因为她是一个普通读者 她不是行业内的 那你 因为像这样的书 其实是要打动 普通的读者 是的 普通读者 不是给职业读者看的 我们编辑都是职业读者 那不算的 图书这块 大概它的一个量是多少 我等于一年出个 十几本书就够了 不招 不招别人一起做的 情况下 就是一个人 搭理一家图书公司 的情况下 对 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室嘛 但是出版社 也要做很多事情 因为出版社 也有编辑 跟我一起工作 那书出来以后的 市场营销 也是他们 主要是他们来做 那我跟他们一起做 因为我有我的这些 人脉关系 像这些作品 基本是以 长篇小说为主 还是说一些中短 都有 短篇小说也不少 其实我一开始 也是想继续再做 像短经典这样的项目 名字都想好了 就是 叫群岛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现在 我更倾向于突出作家 就是因为我的 我签的这些作家 它有 既有长篇小说 也有短篇小说 如果单单出 它的短篇小说 把它的书 放进一套重书里面 像短经典那样的话 当然也好了 也可以吸引到 原来短经典的一些读者 但是 他的个人就不突出了 可能在 风底上 也会做这样一个标记 就是 既有 群岛故事 Akipel Press 那短篇小说 重书叫 Akipel Shorts 这是短的意思 除了短篇小说 也包括中篇小说了 我想在这个风底上 既保留这个重书的一个编号 等于是他这本书 既是在这个短篇小说重书里面 也是在作家作品的系列里面 都是一些新作家吗 有那种经典作家吗 也有原来我们 原来在九九出过的作家 像托兵啊 托兵啊 那个 丹尼斯约翰逊啊 还有威廉特雷弗啊 有的九九 放弃了 他 他版权到期以后 就放弃了 不续约了 我知道哪 回来 重新出 也有就是像 丹尼斯约翰逊的 那个 耶稣之子 原来是短篇典礼的 后来他们版权到期没有续约 那么我爸爸就买下来 然后他是前年去世的 他去世前又有本新的短篇小说 是他好多年 好多年 没有 因为他 丹尼斯约翰逊这个作家 他那个 承名作就是耶稣之子 但后来他一直在场 写长篇小说 所以在他去世以后 出版了一本新的短篇小说 是他几十年没有出的 这个短篇小说 新的作家 像那个 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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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新作家 还有三月份 要来中国访问的 爱尔兰作家 克林 巴雷特 你为什么愿意访问 他是来参加老书从文学节 爱尔兰 也是爱尔兰那边 大使馆邀请的 那么因为 他们也知道 我要出他的中文版 但是我中文版 不一定来得及出 还在赶 还有那个 詹姆斯·鲍德文的 那个 一个长篇小说 就是被 去年被那个拍成电影的 叫 《假如比尔街可以作证》 那个电影名称 被翻译成 假若比尔街可以 会说话 这是不能不累的 不知道 不知道谁 谁干了这种事情 原来短经典 对就是 文学爱好者 或者普通读者来讲 可能他的意义就在于 他就用那种比较 比较小的 就比较小的开本 然后跟你介绍了 现在当代的 国外的这些作家 因为 因为你在课本里 是看不到这些人的 就是你知道的途径 可能就是通过这个 而且还很轻松嘛 就小小的一本 感觉不会压力很大 我觉得这个是 有它的意义 否则的话 那种短的东西 你要在一个人的拳击里面 对对对对 对出发生不愿出嘛 其实也是 当时出这个 这么出也是 因为增加久久的竞争力 增加久久在国外的这个竞争力 因为外国出发生 一听说你们喜欢出短片小说 他们就很喜欢你 这样子 通过这种形式 也可以介绍很多 中国读者从来没有读过的 对对啊 就是这个 很好的一个窗口 就可能通过这本书 然后再去找这个作家 其他的书 反正我有时候 我就是这样 就是系列介绍 你最喜欢的是 其实就是季风关闭 关门的时候 我还去那边 就是盲淘了一本 就是一个日本女作家 叫小川杨子 小川杨子 我非常 就是我看了他的那个 他那个书叫 他们自在别处 那是短经典的一本 那个书 我看完了以后 它很特别 就是每篇故事 都是以一个动物来命名的 然后我再去找他其他的 就因为浙江文艺 今年出了他好几部长篇 然后这些长篇 我也都看了 就是其实是因为 短经典线看到的一个小书 其实小川杨子 也是九九最早的 一个日本作者 他是在2004 05年左右 就出过一个他的 他的一本创项书 叫博士的爱情算式 嗯对对对 今年也去年在 他像文艺丛书的人 你呢 就是那本海峰中 就是因为 而且我非常清楚 那本书主要是因为 彭伦在朋友圈里面 给他打了个广告 那应该可能在 16或者15年某一天 然后我看到了 然后我是被他的 那个中意名吸引了 嗯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境 然后原来一个小镇的故事 我就去买了一本 对 而且很薄嘛 确实很方便 对对对 对 没讲究其实就是这个 一百多页的书 我还想起来一本叫 赤燕燃烧 赤燕燃烧 是一二年的时候 我买了一本 也是就是盲淘的 然后但是看了以后 也蛮喜欢的 罗文拉什 嗯 南方作家 嗯 记得我们其实 我们是平民生活 对 因为我跟紫棋过去 也是同事嘛 嗯 当时比如说 呃 见面文化在策划一些 比如说新艺者系列的时候 其实也 专门说过了 像短经典 可能文化圈 或者媒体圈里面的人 是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 嗯 腰杆的 对 那么现在还在做嘛 重新 重新做一些野生品 看他们 就有同事 做一个帽子 叫 make short great again 哈哈 这怎么感觉怪怪的 make short classic again 因为短经典叫 short classic 他把s去掉 make short classic again 但是其实我也看过 另外的说法 就原来我们 就是见面文化 我们也想做过 那个短篇小说的 那种就是专题 嗯 就是想想看一下 就是为什么短篇小说 华士大不是出了一套 中国当代作家短篇小说 那也是99的 99的 99 然后就是当时有个活动 就请了几个作家 去聊这个事情 然后就有的作家 他就说 是因为在中国 他作家出名 可能是从期刊上 就是中篇短篇 但是他之后 他再写中篇短篇 他就没分量 就是他要有那种 就是能砸得出声 然后能拿奖 就必须要长篇 长篇 所以就造成了这种现象 就是 嗯 对 是这样 因为双雪道的故事 都是短篇嘛 都是中短篇 嗯 所以就是挺难卖的 像韩国出版社 买他的版权 也是挺好玩的 因为我 我跟他们说 他有一个 中篇 有时候 你们可以单独出 他们结果就说 我们要出他的 整部集 也是因为他们能够读嘛 就是因为本身写东北嘛 跟他们离得很近 哦 对 他们他们他们有个有能够读中文的编辑 也有这个专家给他们写这个审读报告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意见都非常非常一致的好 但是呢 就这种情况比较少 国外的出版社 一听这个短篇小说 他就退了 所以我现在 像上学他的版权 我觉得重点是希望能够 先找杂志给他发几个段 中国呢就是 中国的问题呢 就是出版社 不太重视新作家的培养 都盯着有名的作家 然后经常是重复着出版 那国外 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出版 这样的国家 他们的出版社就非常注意 找新作家 因为 其实从生意的角度来说 也是很正常的 新作家就预示的希望 就预示的增长点 他们把一个新作家捧红了 他的以后的书也会 也会长销的 但是不是在中国的话 像这类的事情 也就孵化 年轻作家的事 都是杂志来做 好像没有完全市场化 收货呀 对 中国就是有这个 文学杂志的这个体系 但是他没有进入市场 就你指的是 即使他可能在收货上 发了那一两篇 但是也没有出版社来帮他们 对 他不会说马上就是说 变成一个出版现象 那在国外的一个作家 如果有一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嘛 就是前年年初 还是去年 比如纽约克杂志 发了一个猫女 Cat Person 写MeToo的 那个特别特别轰动 反正写他的性生活的 然后就变成一个话题 然后很快 这个出版社就竞价 好几百万元 就他的一个短篇小说 纽约克好多人看啊 纽约克跟中国的 跟收货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那但是如果是 我们有一个大众媒体 比如说这个 也是很多人看的这个公号 就是像那个 新事项 也可以说新事项 或者是 那还有一个点 正午故事 不是发过那个 发语术是吧 对对 那个不是变成一个 发现象 那个确实是变成现象 那个变成一个出版现象 出版社都抢他的书 后来理想国拿到了 还有那个诗人 余秀华 余秀华也是变成一个出版现象 他们这是真正的出圈了 对对对 大破次元毕 中国这样的事情还比较少 中国的这些 比如说年轻作家 他很难通过顶级的这些杂志上 发了作品了 对 我也很难立刻就变成一个出版现象 就在中国一般是怎么成为作家的呢 做协 成为专业作家呀 对我也不知道 很多人可能就在网上写了 跑到网上去写了 所以从网络作家转 就是对于福正 被招安也是一种 你们知道的年轻作家 这么写出来的 这两年好一点 我觉得现在年轻作家 冒出来的多了 对 什么网站黑 什么 现在有很多是在豆瓣上写出来的 对 有一些是在豆瓣 一个APP 一个 一个 一个也培养了不少 新概念和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脉络上的 他们 对 他们提供了一批作者 然后像豆瓣上出来的 王站黑是不是从豆瓣出来的 写出来的 有可能 然后我有个朋友 那个东来也是 他也是在豆瓣上 他也是在豆瓣上写的 而且 因为有一些作家 他就是混豆瓣 而且他会在豆瓣上去看 现在年轻 就是还挺多在豆瓣上 对 你不也用豆瓣吗 我也在豆瓣上有小说的 是吧 我知道视野也是习惯在豆瓣上 你是ID是什么 回头说吧 通过非传统的一些 一些平台冒出来 中国跟美国不一样的是 中国没有经纪人 对作家来说 你的问题就是 他们一开始没有能够得到 比较专业的意见 为他们争取最好的利益 这美国就是非常明显了 因为出版社 他已经不接受 这个自发来稿了 因为出版社 不可能有精力去 去从这个自发来稿里面 去看那么多稿子 找宝贝 那你那本书里面 天才的编辑 对 天才的编辑里面 那套模式 现在已经走不通了 当时也有经纪人 托马斯沃夫 他有经纪人的 电影里面 他没有办法 他介绍到那么详细 电影里面就是 他直接去找 托马斯沃夫 是他的经纪人 跟波金斯说的 波金斯才会 对他产生兴趣 然后说你把这个稿子 让他来找我 把稿子拿来 还是那个时候 还是更多的 就是作家与 连辑或者出版社 之间关系更密切 因为作家对合同 是没有概念的 尤其是新作家 他可能就是 他只要大家的 第一本书能够出版 他就 他就开心地要 发疯了 然后 只要出版社出版 什么条件都答应 而且他也不知道 这个合同 他应该得到 什么样的回报 那么出版社 他肯定是 从一开始的 肯定是能够 尽可能地占便宜了 也不能说占便宜 就是尽可能地 对自己有利的 这个条件 看条件了 是不是因为这个市场 其实还不够大 没有传统 没有人 这个里面 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是一个人与人的信任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信任度还不够 如果你是一个作家 你必须要对我的 专业水准 是有充分的信任的 你相信 我能够帮助到你 你相信我能够帮助到你 找到最好的出版社 并且呢 也没有 不会坑你 那么 现在来说呢 中国的出版社 一个作家从 尤其是一个新作家 能够从出版社 拿到的回报 还太少 那对于经纪人来说 他付出的时间 跟他的这个回报 是可能势不成正比 就是说 非乐老金 把你的书 卖给这家出版社 但也没有多少钱 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 他那个佣金 他觉得我本来 没多少钱可赚 我还要再分给 这个经纪人干嘛 那久久原来 出原创作家吗 也有一点 因为小白不是原创 也有一些 但不是 少部分 夜创园的最新的产品 就是久久 对对对 是的 出版社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经常听到 很多相反的意见 有的认为 出版社这几年 其实还蛮赚的 有的认为是 被互联网冲击了 出版这个行业 应该来说还是 从常理来说 应该是增长的 增长了 对吧 因为我看到 亿林前年 他那个利润都破亿了 但是他们可能更多是 很多教父这块东西 那艺文出版社 艺文也是 你确实能发现 比如说我经常刷微博 我能看到 比如说像 街面文化的那些读者们 甚至包括像 纳布勒斯斯部曲的 那些读者们 就你能看得出来 确实存在这么一批 他们不是说 只看了这一部小说 他们会去系统性的 有这方面的 纯文学的偏好的 对 这样一批人口 其实挺多的 而且他们数量都很年轻啊 都是很多还在读大学 就这批人是源源不断的 对 所以说对于做出版的来说 这个市场还是挺好的 就是因为中国人口技术太大了 即便就是读书人口 在这个人口里面比例很小 那也足够养活出版社 而且可以让你出一些小众的书 能卖个几千百 很多出版社可能觉得 这个一万册以下说不考虑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愚蠢的 还有说就是只做头部 就是只做最卖的 对那个说法也是非常愚蠢的 就是根本不懂出版的 如果说这种话的人 就不应该做出版 就做别的去 其实做别的 他也不会走得很远 因为其实所谓的头部 不是这个 这个头部的产品 不是凭空出来的 是你 其实就像投自己 你投十本书 但有一本书成功了 但并不是说 你只投一本书 这本书就会成功 是在你这本书的成功 是在你其他几本书失败的 这个 真的有一个概率 就是你说 也就是说 你这个出版的产品 这个结构要比较健康 既要出一些 可能不太强销的书 也要出一些 可能你觉得强销的书 这个搭配 这个 这些观点在那个 前段时间索马里 我跟索马里去杭州 做活动介绍的那本 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 那个 已经去世的社长的 那本书里面 写得比较清楚 就作家和出版人 作家和出版人 对 书名叫作家和出版人 说法挺好玩的 就是你一个作家 选择一家出版社 就是选择 他的其他作家 选择这家出版社的 所有的作家 还有选择 这家出版社的编辑 选择什么什么 他有好几个 好几个选择 还有说那个出版社应该怎么出版社呢 就要有搭配 就是要畅销的跟不畅销的搭配 要有名的跟不有名的 年轻的跟年纪大的搭配在一起 对 有没有看那个开卷信息 他每年都有畅销统计 我就发现那个统计榜很有意思 他那个应该是每个月他都有统计 但是其实那个统计榜变化不大 第一名永远都是活着 第二名 那个解忧杂货铺 然后基本上前十名 大概有五本都是冬野贵物 对 就是我觉得哇 原来我们这个市场 就是大家喜欢的是 就是只有这几种吗 就是 这个 这个其实不太健康的 嗯 就是也是跟这个中国的发行 体系有关系 但是大的就是越来越大 嗯 就是这个渠道都是永远就是卖这些东西 对啊 那具体怎么弄 因为我自己也不懂发行 也不涉足发行 所以也不知道 就是新作品 新作品怎么出来 让它变得越来越大 要动很多脑筋的 嗯 渠道是 它肯定是蓝的嘛 那渠道下肯定是卖最好卖的东西 它不会去动脑筋的 那可能还是 还是需要出版社去动脑筋 去推动它的 有潜力的书 嗯 越卖越大 你还早日让那个 纳布勒斯斯部去登上这个 见识 不大可能 我觉得 我觉得不可能的 是吗 中国这个社会 不大可能 嗯 而今天索马里还发了一条朋友圈 说那个上次他跟仁宁见面 就是仁宁也是我另一个朋友迟早更新的主播 就是他有一档播客 嗯 他其实挺喜欢看书的 但是他就跟索马里说 看不下去 看第一 第一卷 看到一半 实在看不下去 嗯 有可能的 这个 这个很正常 有人看不下去 就看书你是要有一个情境的 我自己就好几次 就是有些书 我其实可能几年前就翻过 但当时看的 我就觉得非常一般 我也不想看下去 很一个 一个很意外的场合 你又打开它 嗯 你这时候才觉得 我也是 我也是 就是有会有 我当时觉得 哇这个书应该给两星 然后过了很长时间 觉得应该给五颗星 评价需要慎重 有时候要多等 多等几年 对比之下 觉得这种书还是很不错的 对 所以纳波罗斯是不是就在美国会成为 在第一名啊 什么 在很多国家会成为第一名 中国 还不像 当然也 出版社也要做更多的努力 嗯 现在我个人觉得努力还不够 那这个也不是索马里的问题 嗯 还需要投入 其实很多市场营销是要砸钱下去的 不花钱 就是你就没有一个物理的呈现 它要有一个呈现 要有一个覆干面 嗯 那所以很多 很多商品 它都是需要大规模的做广告的 出版社 但是出版社它没有钱去 不会有这个 那么多钱去投入在广告上 对啊 所以还是要动脑筋的 像是当年高圆圆推了 那个追风筝的人 然后哇 那个书就 这个多省力 在中国三五线小时 都省力 对 这个那个什么 马思纯前段时间跟那个张爱玲的那个 哦 那是他要演那个 对对对 要演 第一项了 变成第一项目 第一项目 上次那个海风中 好像有一个 有个年轻喜欢的一个明星 也在微博里面 推荐了一下 挺厉害啊 这本书够效忠了 那跟马普勒斯 他推荐了几本书 我看他推荐了五六本书 那也 其中有这个追风筝的人 也有这本书 然后我看到 也有追风筝的人 然后有很多小孩去买这个 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书 看了还蛮感动 很多人是没有渠道知道的 比如说你一到书店里 全部都是东远贵屋 你怎么会去知道别的书 对 我不能知道 对 所以他们的量大嘛 因为购买的人 很多是那种 就不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 甚至没有形成这种偏好 对啊 对啊 对 对 所以出版社也要为好书 做更多的事情 不要就是把这个 不要把书店 把渠道的这个位置 让给烂出版社 烂书 对 有的出版社 他就是太清高了 不屑于做 这些基本的一些营销手段 有的营销好像也被人诟病吧 就是营销做的太过 也会被人 对啊 就是这个度要掌握好了 我觉得 很多时候还是有的 还是有一些巧妙的办法的 但是现在具体的例子也很难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很吃惊艳 就是你市场得形成一批 或者好几支这样的团队 对 他们就是他们能培养人 然后能给这个市场攻学 之后他们能够把 把整个的出版界都覆盖掉 你在讲 你在讲的是什么 什么意思啊 啊 因为我突然想到他们 前一阵说反登读书会 你知道吗 知道 就说他们非常厉害 它是一档 也是一档播客嘛 他们也是 他推荐书方面